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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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我是一個視頻設計師 然後 我開場 大家好 我是一個視頻設計師 我留爸五年 然後在中間 本來是在做 念品念設計 然後因為學校介紹的關係 到了一些珠寶公司去工作 所以後來變成珠寶設計師 然後我大概 先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要去大國念書 為什麼不去 一些比較正常 常態型的國家 加上是美國啊 英國啊 之類的 因為其實 就是紐約設計的很有名 為什麼不去 連當時老師也是這樣問 但是就是 其實 講起來非常簡單 我只是單純的看了 艾蜜蝦 理想世界的時候 就想說 哇 法國好漂亮 我有一天一定要去住那裡 然後 但是就是 電影演完之後 這個夢想也就慢慢的挑走 直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學是念 世經廣告性的 然後那個時候 畢業的時候就覺得 啊 應該要去工作 可是我爸就講說 欸 要不要再繼續進修一下 我覺得你只是學識不夠 然後我想說 可是廣告沒有什麼好念研究所的啊 他就說 那不然這樣 就是任何地方 然後你要念什麼都沒有關係 就是 就去 然後我想說欸 怎麼這麼好 那 我就想到我的艾蜜蜜的夢想 所以我想說 那我要去法國 然後想說 那要念什麼呢 然後想說 欸 從小就喜歡畫畫 那不如就去念設計好了 就這樣子去 然後去念了 去法國念了設計之後呢 然後中間學校都會安插我們 去各個公司工作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進了一間珠寶 珠寶品牌公司 他叫我Vanessa去跟到Drawly 然後 然後 剛剛是不是那個頻道還怎樣 對 這個題字一定要聽 他聽起來才有厲害 對 就是 不然講我不知道 然後 當時就是在他們那邊 在他們那邊工作 大概假設啊 因為我們 亞洲人可能動作很快吧 他安排給我三個月的工作好 我一個月就做完了 所以就變成後面 每天在那邊上網啊 什麼老闆就想說 欸 你是不是有點閒 我就說 嗯 蠻無聊的 他就想說 那不然你就當作好玩 不要有壓力 幫我設計一下珠寶 然後我就說OK啊 然後就想說 好好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很像半家家酒的在玩 結果沒想到設計出來的珠寶呢 就是當時就大受好評 像是什麼 不管是法國一些時尚界啊 主播什麼 連瑪丹娜跟他裡面 都有帶我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有一點想說 哇 我好厲害喔 對 對 就想說 哇 真的是 對 就是 就真的覺得自己被受肯定 然後後來學校也有 就是常常會要我們去參加一些比賽 我當時也有參加那個 交欄的一個 他們是一個新式樣珠寶的比賽 就是他希望你結合珠寶的一個概念 去做一個新款的香水 然後當時我設計的是 以他們的logo 然後再結合香精的部分 做成一種類似飾品的感覺 但是因為那個我就入圍前三名 就是最後所以沒有被生產出來 有一點可惜 所以就經過這一些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 設計的範圍這麼大 但其實我好像最喜歡的是這種 可以變成食品 帶在身上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 我想要就是做 成為一個飾品設計師 然後後來 剛剛大家在我看 我自我介紹的時候 應該就有看到 市裡蜜蜜蜜蜜牌這個東西 因為我待在法國待在屋裡面 前三年大概還是蜜月期 都還滿開心的 一直到第四年的時候呢 可能是因為法國治安很差 也可能是因為吃自己東西吃 吃自己做的東西有點膩 所以就幾乎只要放假就會殺回來 然後一定要就是欺騙台灣所有的小吃才要回去 一年大概回來個三四次 所以後來到最後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第二天我就訂 我訂了畢業典禮第二天的機票 就殺回台灣 完全對 完全沒有對法國毫無留戀的回來 對回來就是為了吃 所以就是對個人大腦有時候有點單純 對然後就是為了這樣子而回來 所以大家等一下應該也不用問我說 為什麼要回台灣 就是這麼無聊的理由 然後也沒有繼續待在這邊工作 然後回來以後呢想說 既然還是很喜歡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那一開始期也沒有想過自己要自創空拍 就想說那就去一些相關的公司當設計師好了 然後但是因為我最後拿到的學位 我會不會不是珠寶設計師 我拿到的學位是平面設計 所以當時要應徵一些珠寶公司 還是有一點難度 最後終於有一間是做太子飾品的 願意讓我進去裡面 就是成為設計師的工作 當時一開始覺得很開心 然後老闆也是信誓淡淡的說 我們就是要做品牌要踏上這一次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是因為也是秉持著很有熱情的心情 然後就是不管是 怎麼突然就剩下兩分鐘 不管是做 不管是做設計啊還是什麼 都覺得非常的就是願意參與 然後什麼活動什麼 但最後有一點突然發現不對 因為週末百貨公司的週年慶我也要跟著去 然後什麼就是showgirl的場我也要跟著去 然後最後就是什麼 然後老闆雖然說做品牌 但是每次叫你做的跟你們都在降價 然後做到最後行銷的企劃我也要參一擦 然後公司倒垃圾也要倒 然後廁所也要洗 所以就覺得既然我除了會計以外都包山包海了 那我幹嘛不自己就是自創品牌算了 因為會計家裡剛好復募就是會計 所以那對啊那我就 所以後來就跑出來自創品牌 那真的差不多就是以上我個人的故事 然後既然時間快到了 那個工商時間就來一下 我們目前呢四月有一個新的企劃 它是一個心理測驗的模式開始 我們會先讓消費者做一個我們客製化的心理測驗 然後這個測驗呢它會得到一個 這個測驗大概長這樣 然後它會得到一個代表人物 那個代表人物呢它就會有一個代表的圖形 這個代表的圖形呢我就會再從中 把它設計成碎形 很多人應該不知道碎形是什麼 所謂碎形它就是一種可以用數學模式去運算出來的圖形 在自然界中很多像是雪花跟樹葉的結構 它是無限延伸下去的 這種東西就是碎形 所以我會用你們剛剛就是心理測驗做出來的東西 去做成這個碎形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個圖形呢可以選擇 就是你想要向外延伸或向內延伸 它也代表不同意涵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選擇各種的顏色 顏色方面也會有代表不同的意涵 然後再來你的視頻就會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個人的個性代表的客製化的視頻 這個真的很難按 然後目前呢我們的需求大概就是 希望不管有任何方面行銷啊 或者是歸位設置什麼相關合作 大家就是有任何意見都可以就是多多來收穫 上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